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出片下雨陰天 所以光線比較暗 我自己又不想開燈 今次想藉著在我上一條影片 有位聽眾的一些留言 跟大家去分享一些 關於面對人生困境 一些心理狀況 處理方法 因為我在頻道說 很多人在你人生裡 順風順水的時候 很容易過 也很自信 但是反而很多時候 人是不懂得 如何面對人生困境的時候 是不懂得如何處理 今次先跟大家去分享 觀眾的留言 他大概說了些什麼 他在我上一條影片 他說 大約半年前 才看到你的頻道 活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上一條影片講香港問題 意思是他在香港 每天被折磨 真是比死更難受 遠方的你們 然後他很多個公仔 加油 拳頭 手刮 加油加油 另外還有一個聽眾 就說 地球裡面為什麼這麼多樹 月球最平靜 我也回答他一句簡單 因為地球有人類 月球沒有 我想直到第一個聽眾裡面 那什麼意思呢 因為現在是這樣 因為我上一條影片 講香港問題 香港問題現在大家都知道 經濟又差 又有政治問題 很多人的心理情緒很壓抑的 其實我在這條影片講 我這條影片有很多不同 各種的話題內容 其實都離不開 涉及人生的問題 而重點主要是 為什麼面對人生 處理一些難題 逆境 挫折 那些情況 那些問題 去跟大家去分享 面對困境的一些心思態度 和困境挫折 其實都有一個價值 和一些很簡單的自我 治療情緒 一些很簡單的方法 那我在這裏 有看一條影片的公眾 會知道 我很多時候都會 放一些書本 去襯托我一些影片 的話題內容 今次 這裏 左手邊有本書 有本英文書 有些聽眾可能都聽過 這本英文書 有我其中一個人的故事 在裏面 旁邊還有一本 有元朗黑夜 這本是中文書 這本是柳俊剛 也有我小部分 當晚七二一的事件 在右手邊 有這個 《阿德納教你面對人生環境》 阿德納是佛洛伊德、榮格 這些 他那個年代 其中一個知名的心理學家 還有一個情緒治癒 他是一些美國的心理學家 這裏是香港簡視 為什麼有香港簡視呢 我想和大家藉著 這位觀眾 剛才所說的留言 比死近難受 雖然可能都算是誇張一點 但是也多一點反映 現在香港人面對那個 有不少香港人 面對那種心理情緒 心理情緒 如果你不懂得去解決它 有機會慢慢演變成一些 心理情緒疾病 繼而有機會演變成精神病 也有 不出奇 即使是撇除 撇除一些政治問題也好 人生裏面 有很多人生的困境 我這條頻道也經常說 人生最大的煩惱困苦 就不是心腦病死 是家庭 情愛 各種人際關係難題 貧窮 這四大問題 再次要一些 就是關乎你心理的健康 為什麼會比較次要 因為現代人的心理健康 一般你可能看病 看醫生 幫你給點藥 給你吃 或者教你 你可能一兩個星期都會痊癒 但面對家庭 情愛 人際關係難題 貧窮的問題 可能每天都會影響著你的 心理情緒 困擾著你 導致你很煩惱 困苦 甚至有些人生更進大些的挫折 尤其是一些感情問題 家庭問題 感情問題 分手 離婚等等 事業 包括影響到經濟 窮困 貧窮 甚至破產等等 這些都是人生困境 人生挫折 而面對這些問題 其實很多人會 透過宗教的方法 希望幫到自己 或者甚至有些人去到 看一些所謂風水掌上命理 我經常都不主張 亦都可以強調 風水掌上命理 絕對幫不到你 解決人生命運 亦都不會幫到你 解決人生的難題 簡單來說 最重要是 面對應對 或者甚至是 解決人生的困境難題 不是任何人 亦都不是宗教 亦都不是風水 甚至是 耶穌佛祖上帝都幫不到 真正幫到你自己 首先你要解決自己的心思 你的心思態度 這個才是最重要 能夠幫到的 你自己的問題 幫你解決 或者面對過度的困境問題 最終那個 亦都是你自己 講這些問題 有時候 我會說 如果有時候 人家說道理很容易 但做出來 做不到 或者勸人的時候 就很厲害 但自己 如果那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就反而處理不到 解決不到 這個就是 和大家分析 為何會擺在我這本書 這本書裡面有很多 記載我自己 很多由童年的時候 是童年 即是四歲左右 我就已經開始面對 我的人生很多很多的困境 我甚至有時候 可以用一些 超級氣極性豐富 這些字眼去形容 我人生經歷過的 各種的人生困苦 那些事情 這個想表達 就是 有時候 如果你自己沒有那種的 沒有那種的經歷 沒有那種的感受 一個有錢的人 他一出生 就所謂含住金鎖匙 從未捱過 貧窮的症狀 然後他勸一個貧窮的人 你努力工作 你努力工作 就會解決你那個困苦的 那個貧窮的人生 可能沒什麼舒服力 或者他從未經歷過 喪失自己的 自愛親貧 那種的傷痛 然後他勸一個人 自愛順便 可能對那個人來說 他都沒什麼舒服力 但我自己 就真是親身經歷過 很多人生的痛苦 包括肉體的痛苦 心理情緒那種的痛苦 被虐待 被困在廁所 等於坐牢 困在一個家裡 單獨一個 兒童的時期 困在一個家裡 肉體的痛苦 被父母的虐待 被別人的欺凌 連頭都被人 踩在地上 踩過這些 被人欺落 沒有人看得起你 親戚都不會幫你 甚至是欺落你 身體被人虐待 面對貧窮等等 出來社會做事 因為各種原因 又沒有學歷 被人看不起你 都面對過很多人生 包括機關槍掃射的場面 如果再用誇張一點 多少風浪 多少槍林彈雨 這些誇張一點 形容 我都真的見過 我真的見過機關槍掃射的場面 離我沒有多遠 只有幾米遠 然後我們旁邊 還有些人拿著槍 這些驚嚇的場面 我也經歷過 多少大風浪 一浪一浪 真的在船裡面 一大風浪 整個船頭浸下去 又浮上來 這些 多少大風浪 我還沒見過 誇張一點 我真的可以 多少槍林彈雨 多少風浪 我還沒見過 面對那些黑社會人士 凶惡 同樣去打架 一個面對著人家 幾個 這些等等場面 也試過 自己有做過生意 由好的時候 又跌回到低谷的時候 再詳細一點 我可以講很多 包括面對人生 面對死亡 這些遣死的經驗 也試過等等 所以 我可以提供一些 我自己 如何由一個 由童年 遇過很多 心理創傷的人 如何自己復原 如何面對人生的環境 簡單來說 首先你要解決自己的 心思態度 不過就算一些哲學 宗教的書籍 我上面這行 很多是宗教哲學的書籍 裡面一些歷史的名人 裡面提供給人生 人類 解決人生問題的 最簡單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他都會提出 首先你要解決自己的 心思態度 簡單來說 你面對一個 自愛親憑 死了的 他沒得回頭 或者你遇上一些 邪惡意外 導致你身體的殘缺 這是不能回頭 改變不到的現實 你面對的困境是什麼呢 就是你自己的 心思態度 如何面對這件事情 你首先要學會 解決自己的心思 簡單來說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 首先你是一個消極的 心思態度 或是一個積極的 心思態度 這個已經有很大分別 一個消極的人 他面對很少的事情 他可能會看得很灰 很困難 那你越看得很困難 你就越會令到自己的 心理情緒很不舒服 然後又會影響很多 其實心理又會有幾個 影響到心理的 健康問題 都不出奇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積極的人 同樣一個積極 面對一個同一個消極 那個分別就不同 你積極都好 可能都未必 令到你解決那個困難 因為有些現實的問題 如果你能夠解決到的 你就不需要面對那個困難 你要面對那個 起碼你這一刻 你是改變不到 現實的困境 唯一 令到你相對 好些去面對 甚至好些去捱過 這個困境的時期 其中一個 就是你自己的 心思態度 簡單來說 就是你很悲公消極 或是積極的心思態度 或者你自己 怎麼去想 那件事 怎麼去面對那件事 都會影響你去面對那個 困境難題 好 第二部分 就是 還有就是 即使有時候 面對人生也好 不要說政治問題 你面對人生的 一些困境挫折 其實都可能有 一些好處 那一面 有它的價值 就是簡單來說 譬如現在就算香港 說一些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 現在被共產黨統治 令到很多香港人 很不開心 情緒等等 在這個過程 亦都有它的價值 有它的好處 譬如簡單來說 現在有所謂分 其實不是現在的 2014年 開始分黃營、藍營 如果它是藍營 就表示它那個政治取態 在你身邊朋友圈 那時候所謂2014年 已經有的所謂 因為一些藍營的問題 還有這個所謂unvention 你竟然支持共產黨 你那個政治的價值觀 是這樣的 反映你那個人生價值觀 也都 接著有unvention 那就是很簡單的意思 也有它的價值 價值就是讓你了解到 原來你身邊 你那個朋友 在這些事情上 他的人生價值觀 原來跟你 那麼不分別 甚至有些 我聽過一些網上的新聞 一些情侶 夫妻關係 都是因為政治的問題 分手、離婚 原來一件事 讓你了解到 你身邊的人生人 或者朋友 他是這樣的人 這個也都從某一個 有它的價值 好了 別除這個價值 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個人 有時候面對人生挫折 困境 給你有機會清醒 也都給你有機會 反映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 就是當你面對 那個人生挫折困境 就好像 簡單來說 打麻將 打一場麻將 那樣 都反映個人的態度 有些人在輸的時候 輸不起 反映自己的胸襟 輸贏 對輸贏的體重 這些心理行為 一個人格的問題 等 這個挫折 人生的困境 的價值 其中一個就是 讓你了解自己 有機會了解自己 也有機會 看到一些 你平時不知道的問題 這個就是簡單來說 人生的挫折困境 不要完全看得到它 是很 很無價值 或者是很差的 其實它都有一些 的價值在處 是給你 當你懂得這樣想 的時候 你相對面對 人生一些挫折困境的時候 你都會相對 那個心理上 比較冷靜平和去面對 最後再簡單去 講多一點 講多一點 就是怎樣說 我提供一種 很簡單的 自我治療情緒的 一些方法 這裡有一本書 就是《情緒治癒》 這個也是講解很多 透過一些專業人士 去分享一些 處理很多不同的人 各種面對一些問題 導致心理情緒 有健康問題也好 不舒服也好 去怎樣去治療 一些方法 這些你需要自己 找一些書本去了解 學習去看 但我同時也提供一個 我自己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只要你懂得這樣做 懂得這樣想 你都會相對 令自己的心理情緒 相對平和一些 好過一些 或者叫相對舒服一些 如果你面對困境 你不是肉體的痛苦 肉體的痛苦 你是痛就是痛 但心理上的痛苦 其實很多時候 視乎你那個人 怎樣去思考事物 怎樣去對待事物 那個心理 就會影響你自己 那個心理情緒 這個簡單 我也可以說 叫阿Q精神 阿Q精神 就是老迅 形容一個 在小說裡面 一個人物阿Q 明明被人欺負 打了 然後他沒有能力去反擊 但自我感覺良好 我不是用這種方法 這個意思是告訴自己 由我小時候的經驗 就是 如果當你遇到人生困境的時候 你什麼事都想到自己 是最慘的那個 為何天要這樣對我 有些人是這樣 為何我屈屈不得志 人家怎樣好 我好像怎樣努力 都沒有用的 當你越是這樣想的時候 你總是想自己是最慘的那個 全世界都是最慘的是我 那你就越來越不舒服 但是反過來 你跟一些事情去比較 譬如 我自己小時候 鼓勵我自己 沒有人看得起我 孤單呀 寂寞呀 在這種屈結的情緒裡面 去堅強 去捱過自己人生困境的階段 包括一個心理情緒創傷 就是你先不要想到自己是最慘的那個 你要想像這個世界上 還有很多人 不一定比你慘 也好 他們都有很多人 甚至有很多人 可能比你更加淒慘 他面對的人生 總之 只要你這樣想 你會相對令自己 那個心理上 會正常一些 會健康一些 就是不要 你越去偏向好消極的 想想自己是最慘的那個 你就會覺得自己是越來越差 你就越來越不開心 經常都喊聲嘆氣 大致關上 你一種自我鼓勵的方法 自我鼓勵是很簡單的 你只要想像一下 這個世界上 一定有人比你更慘 一定有很多人面對 比你更困苦 他們都要面對被迫 去過他的生活 為什麼自己不可以去過 我記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 其中一本書 我都不記得 有一位哲學家 他說 當人人都要面對的那種問題 你自己不去面對 這個就等於你是懦夫 整句話我忘記了 那個意思大概 就是人人都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人人都要面對的 為什麼你自己不可以面對呢 有這些這樣的想法 你相對能夠幫助自己去鼓勵 包括剛才我第一個的話題 就是視乎你自己的心思態度 你積不積極和消極的思想 直接就影響你的情緒 而為什麼鼓勵自己呢 包括你面對人生的情感問題 有些人說 為什麼要分手離婚 當然分手離婚 有很多家庭問題 尤其是分手離婚 男女情愛的問題 細緻有很多話題 可能有你自己的問題 即使沒有你自己的問題 人家導致你的問題 要面對這個問題也好 你要想像一下 這個世上有很多人 都面對感情的破裂 那些不只是你一個最慘 有很多人都很慘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會相對心理情緒 會比較冷靜平和 甚至有勇氣去面對 你那個人生困境的問題 包括最後 純帶又說 因為那種公眾留言 就是透過一些 現在香港的政治問題 去引申 比死更難受 引回我剛才所說的問題 有一個叫 《香港減死》這本書 又跟大家分享 這本裡面記載的 很多以往香港人 要面對一些艱難困苦的時期 包括其中一個就是 日軍二次大戰統治香港的 三年零八月 這本書裡面寫到很多 當時那些香港人 比如日軍統治 那種恐懼的心理去過活的 就是每天 你又要出街買物資 生活食用 但你出街又會見到 那些日軍 總是那種成黃成恐的 那種的生活去導入 我之前有一些影片都說過 在那個年代 那些香港人 就是我們的 爺輩 可能爺載 爺輩 那些 你的父輩 當年要面對 那些問題 他們都可以生存下來 都熬過那段的時期 所以今時今日 我們要面對中共統治的 那個現今的香港人 你都未去到那個時期 那種的困苦 那個時代的香港人 他們都可以面對 你爺輩 都可以面對 熬過那段時期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熬過呢 首先要保持自己的心心理健康 你才有去面對 將來未來的變化 包括甚至想像一下 現在烏克蘭被俄羅斯去入侵 侵略 他們都要奮戰去對抗俄斯人 每天都會有人死 據估計都死了十幾萬的 烏克蘭人 那些士兵 俄羅斯又死得更多 據說死了三十幾萬 人家都要面對這些困苦 比香港更加困苦 包括緬甸人 緬甸人都被獨裁政權打壓 也都殺了很多人 其實世界各地都還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人士都要面對獨裁統治 追求民主自由 都要付出很多困苦 所以香港人 如果你對比一下 別人這些情況 其實香港人 是不算得什麼 所以不要令到自己 是一種的 哄哄亂很不開心 反而你長期是這種 屈結 當然是有的 你面對香港的警察 那種 好像有些人形容 等於當年日本的皇軍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你有罪有罪 他們要挑剔你 就挑剔你 就告你 就告你 自由說句話 有些人說你有罪 當然是有種的益結 很壓抑 那些等等 但是你想像一下 對比剛才我所講的例子 很多世界各地不同 對比他們來說 其實是濕濕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 香港人不需要太過 有種過分的 屈結的情緒 相反更加要積極的 心思態度 去面對這些事情 首先要現在 你解決不到現實 這個困境的問題 沒有辦法 但是個人 要學會 去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 迎接將來的變局 之前有些影片 我都分析 從一個現在世界各種的情況 中國大陸的情況 我反而是非常之樂觀 香港一定會從崗 包括一些歷史 告訴我們 獨裁政權 一般二、三十年 內側七、八十年 都會倒台 現在中共統治 已經是超過七十年 當政黨之後 如果連起 創黨 好像超過一百年 還有現在現實 其實現在現今 那個情況 中共已經是 具備了很多 倒台的一些條件 包括它裡面 中國大陸裡面 各種千瘡百孔的事件 人民的不滿 它自己又內鬥 經濟又急速下滑 隨時今年過完 今年的年尾 所謂的春節春運 隨時又有什麼大變局 都不出奇的 政治的東西 沒有人百分百保證得到 當年的蘇聯 為什麼突然之間瓦解 東德 東歐那些共產 骨牌效應 沒有人會知道 所以 從個人的個體來說 你要懂得 如何令自己 保持心心理健康 去準備 迎接 未來還有很多 一段時期 一些困難的日子 和將來的一些大變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好 今次這條影片 主要藉著一位 觀眾的一些留言 去和大家去分享 既有政治的話題 也有面對人生 即使你個人 面對人生的困境問題 或者一些簡單的方法 首先 解決自己的心理情緒 心思的問題 你就相對有能力 去面對人生的困境 好了 今次暫時 又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拜拜